接下来谈谈下个礼拜 即将公布财报的苹果了 苹果最近三个重要消息 两话一好 先来讲两话 第一个是天风国际的分析师 郭敏奇告诉大家说 iPhone 16趋止一算 最近的数据公布恐怕不好 这次可能销售量会大砍一千万台 更重要的是 砍的这其中反映的是 虽然有AI平台可以用 但是AI没有办法刺激销售量 第二个同样的产品 今年2月推出了Vision Pro 结果听说最近销售也不好 也因此现在要大砍产量 最新版的可能年底就要停售了 除了这两话之外 今天最新消息 苹果的高阶主管告诉大家 下个礼拜有新品要发表了 所以有机会迎来令人激动人心的一周 值不值得期待 银翰请您上台来 值不值得期待 我觉得值得期待 整个架构来讲 我觉得苹果的部分来讲 我觉得应该说 我们回过头来告诉大家 Mac的部分来讲是一个讯息面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看这个所谓的苹果还是很扎重点 因为它的整个营收来讲 iPhone还是占了六成 所以其他来讲都是题材性 所以重点还是要回归这个iPhone 刚刚也提到 iPhone大家都讲到这个所谓的 开始下修的状况 所以我跟他讲 我个人觉得是见入佳境 刚刚提到大部分都是名词 其实数字会说话 来说什么话 这个就是外资做一个统计 这一根bar就是一个礼拜 它这个时间点从9月 当时这个iPhone出来的当时 这些数字是什么 就是你买这个iPhone所谓16Pro 你下单之后等几天会收到 所以这个是第一周是 你下单等14天 23天 23天 22天 为什么说不如意期 其实它不如意期 早就不是新闻 下修也不是新闻 因为这是16Pro 这是对比去年15Pro 第一周其实就输了 后面甚至人家可以 来到三十几天等待期 它一直以来 这次等待期都没有那么高 但是比较好的现象 为什么说渐入佳境 到了第六周 你可以看到它开始慢慢下滑 到16天拿到手机 其实去年同期已经来到15天 前段都等待期 前面的15是比较激情没错 可是那到了第六周之后 几乎慢慢的跟16目前来讲跟15是拉平了 其实更大手机就Pro Max会更明显 因为当时15最抢手就是这个大手机 当时最夸张的时候是要等到50几天才拿得到手机 但是经过六天之后 目前来讲iPhone Pro Max是22天 当时25天也都非常接近 所以才会讲到其实销售状况确实是不如预期 那其实它有几个比较大的问题 应该是说这次要发行之前 大家为了AI 包含苹果包含供应商 其实都过度乐观 所以这次扑货 大家回头去找一下之前的新闻 还没出来就一直告诉他上修目标 所以当时就从8500万台一路拉到9000 甚至外资都说会突破9000 结果这次来讲 现在下去又修回到8500 简单来讲就跟15没太大差别 所以应该说硬体的部分 简单来讲要有观念 目前都是卖硬体 AI还没进场的情况下 其实跟15没太大差别 其实一点也不意外 因为15跟16如果你AI拿掉 其实没有太大差别 这个也是不真的事实 但是因为这个也是外资 等于说在市场的民调的结果 我给大家讲 它是说这个是为什么人家换新的iPhone的主因 那分别有这个蓝色是今年的民调 这个橘色是去年的民调数字 第一个部分原因是因为它觉得新手机速度快 第二个是因为5G的关系 再来是讲到说我就是时间到要做升级的动作 这是第三个原因 再来就是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心机好看 对然后再来是因为觉得相机很厉害 最后终于出了一个AI 因为去年没有AI 所以这个只有一个蓝色 它觉得占了10% 我个人觉得会AI会站在这里 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AI根本还没出来 因为我一直会觉得就投资人 假如我们其他都不讲 我最起码我常常对比我是觉得对比5G 我一直觉得我没办法接受AI最后不如5G 但投资应该消费者到底有多少人是因为会觉得5G会比AI厉害 就是因为AI还没来 因为等到来了 大家使用了 大家就会推广 如果讲白一点 就是我现在拿了一支16 但是因为就是没用 所以我跟你讲说 祝福华这个很好 我也讲不知不所谓 因为就明明就跟15一样 万一重点就是 如果这个AI进去了 几个月后进来了 我真的很好用 我告诉你真的很好用 我常常跟投资人讲 你今天这个鸿海不知道为什么涨 你再按下去 鸿海今天涨什么 我马上回应你 现在其实AI却GPT做得到 但是重点就是没有这个平台 未来有这个手机 相对来讲非常容易按了 你问他就有个专家回答你 而且就是你要的答案 其实老实讲 我一直觉得这个一定会有市场的需求 但重点就是现在没有这个所谓的平台 那要先提醒大家 其实现在iOS18.1 18.2 陆续都出来试用版 但是我之前又跟大家提到 点1点2现在给的功能都只有帮忙做一些书写 还有出现一些所谓的构图的图像 老实讲对消费者是没有太大感受 最后最后一定要的就是这个Siri配合 ChairGPT合起来 那目前的角度你拿到的试用版其实都还没有 这个时间点一定要等到年底到明年初 这个时间点拿到那个才会 我觉得才会有非常大的效益 所以目前的角度也不要跟我讲 你已经拿到那个AI版的但觉得很烂 现在的AI版前面我刚刚讲 多了构图帮忙书写 那个消费者是无感的所以不用紧张 所以我觉得还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我个人觉得iPhone这次来讲 应该说苹果的说法还是会比较乐观 但是我还是觉得整个动人 必须等到这年底 甚至明年初才可以看到整个效益 好 如果销售的状况还在等 如果AI也还在等 那你说下个礼拜的财报 或者下个礼拜的苹果 需要端出什么才能让市场买单 好 应该这样讲 因为毕竟这个所谓的公司刚刚提到 公司的这个高管有提到 下礼拜即将要出这个新的商品 这个是在他还没有放出消息 其实大家就已经猜得到了 包含这个NB或者是这个 所谓桌机两个形态 包含这个一体型的 或者是分开的这个桌机 甚至原本市场预期会有入门款的这个iPad 但是重点来讲差别在哪里 就是所谓的进入到M4晶片的时代 这就是最大的重点 那效能增加了这个25个percent 这是市场的一个焦点 就是刚刚提到桌机NB都进入到这个M4 我觉得这块来讲 老实说我觉得要跟大家讲清楚 这块其实就苹果的股价 我们把苹果股价跟台湾的供应链 稍微做切开 如果苹果股价其实这边来讲 效果是有限的 大家要的是这个iPhone的状况 那至于这块来讲 对台股就有帮助了 因为这些是台湾生产的 所以有一定的这个效果 所以老实讲 也许跟苹果的股价会稍微有点错开 但是我觉得这一块来讲 其实对台湾供应链是有比较明显的效应 但是刚刚提到这是市场的预估值 我觉得就近期来看 其实大家预估值都很准 代表就是有消息露出来 但是这台就目前的角度 可能iPad没有 主要可能就是在这个所谓NB 跟这些所谓的桌机的部分 我觉得这块来讲 我觉得会有一定的效应出现 OK 所以下个礼拜 既然苹果预告新品要跟大家正式的公开了 这些对我们有利 那苹果的股价要他自己去推 自己苹果的动能现在要靠谁 好刚刚提到这个硬体部分 还有一个软体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当然又要切开了 这块跟台湾没有太大关系 但这个对苹果的股价 就会有很大的效应 因为这是外资的统计 就是他在这个所谓的Apple Store的下载量 App下载量 其实这是月的角度 可以看到最后三个月 就是即将要公布财报的状况 这三个月 其实成长力道是非常显著的 那可能月相对比较不清楚 他要把它弄成季的角度 这块这个最后一个就是预估值 一个是经过季节性调整 另外一个是外资预估的这个季节性的月增率 看起来都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大幅的调高 那这块来讲我就觉得 后续对这个所谓苹果的股价来讲 会有一个比较正向的因子 回过头来我们看一下苹果的股价 我去跟大家解读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把时间稍微拉长一点 我们拉到这个四五月年初 好 这样可以看到 这个从今年以来 它股价前段一直不如预期 这个是什么 就是简单来讲 就是美国七大巨头里面 它是所有在AI最不认真的一档公司 这是年初大家都可以非常公认的 那一直到年初的时候 他才说他放弃汽车了 开始转AI 那时候讲完之后 股价是持续下跌的没有用 但是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在这里 这里大涨就是WWDC 第一次讲说他正式的AI软体出现 在他宣布有这个会议之后 股价就开始大涨 从这边一路上来涨了三成 所以我结论只这样讲 结论AI有没有效果 其实分析了半天我觉得也不重要 你看股价 股价其实是会说话 股价是会反应未来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一段的三成是什么 就是AI 如果告诉你AI其实最后是破局的 根本就没有效果 那我只能说股价就应该来到这里 这很清楚吗 结果最后没有 在这里还创历史新高 所以我就说你看个人 你最后去解读 简单讲现在市场就分两派 有些人就告诉你AI就是没有用 未来其实你不要 就Apple你对AI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激励效果 但是我告诉你股价看起来就不是这样讲 所以我刚刚讲重点关键点在哪 大家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要必须要AI软体出现 而且要提醒大家 前段的AI你也不用管它 你前段出来你一定会听到 这个AI很烂 那个不要 最后一定要记得 就是TrackGPT跟Siri合作开始 你可以拿着手机按一个按钮 你问他问题他会直接用人的语音回答 那个时间你才告诉我说AI有没有用 我们再来看 这个时间点可能必须等到年底或年初 你才会看到效应 我们谁可以吃到这颗大Apple 好这一块来讲回过头来 我们还是在抓一些硬体 只是我们要提醒大家 目前平概股你一定要找到低位阶 因为毕竟来讲它不像AI族群 因为AI族群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获利都已经冲上去 所以股价你不可能便宜 我只能跟你讲 你如果AI股找便宜 我现在不要买 AI股就是要买强的 因为这观念是不一样 但苹果其实已经沉闷很久了 我们要抓的是年底之后它的飙升 所以理论上现在很多很甜 很便宜的个股可以去抓 我觉得没太大问题 这边好我们选三打 你会选谁 我觉得说最近来讲 红准的部分 红准很热 没错 一定要看一下红准 来看一下红准 而我们这样讲 我们以红准来做一个标准 你最起码抓一个股价 超过半年以上整理的 我们再来讲它 你说对比台 你说到底位阶高不高 我跟大家讲 你不要在这里 不要去看本益比 因为有一些个股 你会发现本益比其实不低 原因是因为它这里的获利不好 所以获利不好 你一出发现它本益比高 其实它股价也没涨过 那未来只要这个所谓的需求一回来 它的获利就会回来 所以我觉得本益比不要看 但是你会明显可以看到 它的走势跟加权 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对啊 所以重点抓 最起码整理半年的个股 然后最近开始转强 而且重点是外资的部分 有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买超 筹码面好 而且整理够久 开始转强的个股 我觉得可以留意 好 这是第一档的红准 第二档你会看谁 另外来讲星星 因为它有好处就是 这个Apple是代表性的个股 而且真的老实讲也是烂得够久 所以可以看到股价 这个没有问题吧 低位阶吧 那这个苹果也吃 老实讲其实AI 他们有吃到 只是比例相对比较低 那简单来讲就是 确实如果就法人的角度 今年以来 一直以来是不如预期的 但是法人有个认同 就是最差的状况已经过了 慢慢会呈现好转的格局 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争议 另外我们再挑最后一档 如果最后一档来讲 我觉得最近来讲 经济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股价的走势 这个也是我刚刚讲 这底也打得漂亮 对吧 你最喜欢我刚刚讲 你放眼过去 要抓一个半年 几乎都没涨的个股 然后突破的紧线 拉回 而且重点是 这是法人有买 如果今天来讲是主力 看着之后没人买 然后自己去拉 我觉得相对来讲 可能会有风险 那这种整体超过半年 开始转强 反而买超的重点 就是我刚刚提到 这些就是我 最起码认同我说法 认为到年底之后 会有这个利多的个股 那下礼拜刚刚提及 无论是财报 或者是最起码 就台湾的这个角度来看 有这些硬体的亮相 对这些个股来讲 短线有加持 长线就要靠着这个AI的 后续的力道了 太好了 谢谢明翰的真理 请先回座了 这些都是年底 可能会有好消息 我们延续这样的逻辑 今天亚洲要交给郑华了 有哪一些年底 慢慢消息出来 而且在预告着 2025年 这些产业要时来运转了 休息一下 亚洲我们交给郑华 投资市场顺习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